近一段时间 李嘉诚在晚上特别地广 在短短的数旅内 李嘉诚从心里都缓了守护 沦落到当下 微服故人的代名词 各种这样的帽子 也是直接扣到了这位 已经91岁高临的老人头上 即使李嘉诚数字发言进行辩解 但依然抵挡不住 各路玩友的骂骂声 这招不胜 反盘尖书好了 李嘉诚万万没想到 竟然落得个晚节布包 正是令人唏嘘不已 事情已经经过 我们暂且不说 但是纵冷口中的李昌伦 到现在的微服不冷 李嘉诚到底做出了什么 这一切都要从李嘉诚的 方长晚室说起 剖析李嘉诚的冷 喜欢把1977年形容成 其财富时尚的分水力 那一年他晴天一直 开始举足轻重 1977年李嘉诚收购了 运游香港中区 西尔顿酒店的美之永高公司 成为当时华之收购 外之第一冷 这个项目不仅为李嘉诚 赢得了名胜 也赢得了港府和银行的信任 一举成为华之地产商的零头羊 为了保持高房价 李嘉诚吞地 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 长期不开发 手头云游的土地 没有新建繁衍的供给 房价质量超 谁都下沉了 命群众长期居住宅棺材财力 经济条件稍好的时候 能住上事故时平的房 就已经是人生云家 后来冬建华在香港推出的八万五计划 即每年要新建八点五万套住房 十年内香港有七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 然而这项计划出动了李嘉诚的礼仪 又干涉了金融危机 最终成了房价下跌的别国想 一致香港的房价便只舒适地攀升 再也没能下来过 为致香港一位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李嘉的称 几句反吃意味的称号 他代表的是对高房价和地产商生物痛绝的感恩行事 因着李嘉诚如今面临的争议 造成这些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 便是他的地产商人身份 对于李嘉诚朝得万成做出过评价 原来李嘉诚跟我比 我不做烦地产我不为钱 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 我赚的钱也是真点 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 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 不得不承认作为商人的李嘉诚是精明的 但他的种种精明正在给自己和家族带来实力的同事 也带来了质疑和非议 至于他究竟会在后世获得怎样的评价 之前给出的答案或许最为准确 李嘉诚何许人也商人香港市民加拿大法论 上头大学小董畅江山学院金主 或者西铁城首代表的代言人 分析李嘉诚的各种身份 有助于我们客观公正的评价李嘉诚 这实在不是为了割裂李嘉诚 实在是李嘉诚的伪装太多 李嘉诚们的谎言太不要脸 古人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家中枯骨 家中枯骨的特性就是表面上当晚暗 实则是犹如富主之虫 一味地允许名指名高 与国家民主人民亦无益处 而且他们会往往以其家费掩盖 以家族利益为重 致国家民主利益不顾 以李嘉诚是香港市民还是加拿大法人 身为香港人却不失照顾感 将香港人民变成之敌的语楼 是为不义说去皆服义之财 身为加拿大法人对孟晚舟时间不闻不问 是判官者创通者策划者 实为不忠 奥利嘉诚是庄明月之夫庄 身为丈夫陷害抛击 于所谓后面之举 循环做了出双路盾 爱人爱其双手誓言 视为不信不爱不争 身为借助庄家势力的愤怀 借助鲍与干等扶持的后己知秀 对恩主有报恩吗 视为不孝不忠 上身为感善将无敌模式作为企业典板 当面颤多 腻满畅空 声明想大体 承诺想谎言 两三还是尖三 是无耻无节无良 是香港犯大决之八 黄台之师 为暴徒开拓求情 不知原则还是不懂大事大非 视着不惑人心 居心破诊 视为大监视中大恶伪装 我明明是守护 全天天假装在人前简补 竟然如此 为国为民为香港捐助了多少 为事业投掷的多少 强乡实业是实业 视为假空伪 六分款敛财之后 装一别过 尤其是当初的殖民 列强之国是延环之随 事理事后 能把数顶万诸 背信其名贼 其实是中国崛起 中华民族崛起之际 不知立国立民 反而是苦地抽薪 但你之本 逃离撤离 远心都没有了 环口小儿 尚且知道爱国亲爱流浪汉 三千诗 尊狂报告 身为首富 凯模超伦 有何作为 有何反馈 尽是反噬 人自演习 把顾文文人媒体 把持香港舆论 为自己洗白便捷 颠倒黑白 忘顾大意 破坏人心 你把李嘉诚当丈夫 父亲公公看 齐家吗 你把李嘉诚当商人看 杨商看 奸商吗 你把李嘉诚当香港市民看 是纳税人 还是稀卷者 你把李嘉诚当华人看 是华人的脸 还是耻辱 不忠不孝 不倫 不倚 不信不解 无量无耻 以外 无亲无心 我从未见过 如迟 后运无耻之类 最后 上台一幅对立 一身功力 登守护 毕身伪装 称开末 狠批 能不想了 这本属于国界 但商人应有祖国 能生气时 古来袭 像鲜水 以至冒蝶之年 可为李金沧山 酒精愤怨 睡了晚节 竟然置于不保 当给冤也不冤 青龙我向大家一道来 乍一看鲜水之难备 发于黄一台之瓜 村西于顽面一开 以至于顽绿 炒地皮之种种 一脸还出 上那间 搞得灰头熟脸 尽尤其是吃瓜群众 无聊爽着 切实先生着力 中夏之音 是由今朝之国 四年前 李嘉诚先生 从内地抽逃 冷冷很大 中央城一度挽留 可李嘉诚先生 万分之重 最后 内地能目顺军规 并正于道 失了语气 不必挽留 可谓含情默默 不是内地对不起先生 是李嘉诚 对不起你 当时 这是李嘉诚 不是土豹 放大说了一句 或是山人 这本五国界 正可谓大命令 这本税务国界 山人其无主国 这本税务国界 山人有主国 旧家国与水火 乃分内之时 何须靠上 故玄高靠师 不计成本 屈牛 陆秦师 亦无怨 乃国在心中 无国 应有千万家 且罢数十在前 看命援朝时期 或志愿军 全知究 彼时西方诸国 唯独中国 尽命无知 试图控制 我以外霍英东先生 以地己之力 亲主船队 与英仪 斗志等愿 终于出国重位 运送进物 依靠了我山君 持情持利 尤其是李嘉诚 无国界的 之本家 熟能为之 李嘉诚是山人 霍英东先生 也是山人 可不同之 是在于霍英东先生 是因为爱国山人 以李嘉诚 知贤高 犹如南宁 之于浩远 贤高不计 至家之实力 始终以国事为先 国有那时 我其选 方官先生 知己一家之实力 只求赚钱 只能是 收掠白人 于岛内 精吞律力于内 而后转身逃窜 进家而出 以头之英语善道 美其名曰 朝底英伦 收敛转眼 便由英伦脱欧 之黑天伦 何其可笑 以梁嘉诚 至于霍英东先生 之光分 其全权报国之心 实至报国之情 尤其是李嘉诚 这种头臭山人 说的秘密 霍英东先生 在非常之实 尚且感为非常之实 何其难能可贵 而李嘉诚 在盛世一年 却行苟且之鼠 放莫非作诊心虚 茂迪之人 终有盖观定论率 来历无多 怕是圣灵难在乎 李嘉诚之本 说有国界 但山人始终有诸国 他落李嘉诚 回头世啊 勿往华夏之血液 勿往盈狂之骨髓 来历数五多 终有充数民生理 他落意孤行 必要知觉于国人 知觉于国家 怕是侵蚀最无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示威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